近年以来,大陆国民经济持续向好 生产供举稳步增加 市场需求稳步扩大 持续扩大 经济增长权力始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我要给大家提供一组是数据 前三季度,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长5.2% 社会消费品零售整额同比增长6.8%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居民人均可支配实际收入同比增长5.9% 国际资本和境外资本 看好大陆经济发展前景 不断加码投资布局 我们举办了多场国际经贸交流活动 包括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第134届管交会 第6届进口博览会等 为外资外商 前来大陆开拓市场 行求三级创造条件 相关数据表明 大陆买全球 卖全球 汇全球的 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充分表明世界各大经济体 对大陆发展 投下了信任票 今年1-9月 台商投资大陆的项目数 同比增长23.9%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 同比增长了7.5% 两岸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 仍保持高位运行 这说明 尽管民进党单局 为两岸交流合作 不断设置障碍 但广大台胞台青 台山台起 看好大陆 深耕大陆 来大陆追梦 祝梦 圆梦的 信心和意愿 没有变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的 官民前景 没有变 我们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率先与台湾同胞 分享发展机遇 依法保护 依法保护 台商台取 合法权益的政策立场 更没有变 随着大陆 开放步伐 越来越大 营商环境 越来越好 我们对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向更宽领域拓展 向更高层次提升 充满了信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